关于周周奇妙冒险的十大谣言,你被骗了多少次呢? 哈喽大家好呀,熟悉日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越是古老的东西就越会滋生都市怪谈 周周奇妙冒险从1987年开始连带时间已经超过了30年 在这期间也带上了很多一家乱真的谣言 今天百科就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看一看在追周周奇妙冒险的时候,我们都一起上过哪些档 谣言一,牛粪头状态下的疯狂男士,力量和速度都超过了白金之星 证据之一就是愤怒下的杖柱,不仅破开了白金之星的防御 还打坏了成太郎的本体帽子 不过杖柱和成太郎也就打过这么一场 由于事发突然,疯狂钻石的力量也确实出乎成太郎的意料 被破开防御也不是无法接受的事情 毕竟成太郎一开始也没有选择和疯狂钻石对忧 从设定级来看,疯狂钻石的力量应该是低于白金之星的 谣言二,第二个成太郎交友师之所以没有使用空裂眼磁金和企划龙动画 是由于还没有完全适应乔纳森的身体,限制了吸球给的能力 证据就是在吸干了二桥的血液后 疯狂的时间暂停从5秒延长到了9秒 关于疯狂和大桥身体的融合度,漫画确实有个缺少 但这和空裂眼磁金和企划龙动画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 疯狂之所以不用,纯是因为白门落后根本没有使用的机会 我们先来说一下企划龙动画 企划龙动画是把自己身体内的水分企划要贴身才能使用的招数 不然的话你就无法动住对方的血管,夺走敌人的体温 这也意味着你要贴着白金之心才能有机会使出奇幻隆动画 空裂眼磁金是压缩自己眼睛内的液体,作为飞行道具使用 破坏里能够穿透乔纳森的铁壁 但它的速度并不算快,起码二桥在近身的时候都有时间反应 但是成太郎可是在刚刚觉醒提身的时候 就可以在几厘米内挤住手枪的子弹了 空裂眼磁金和奇幻隆动画针对的都是波门使者 迪奥后来都被白金之心打出了心理阴影 在时间暂停的时候都不敢随便靠近成太郎 不然他也不用隔着老眼去丢飞当了 我觉得信这个,还不如去问 为什么迪奥不在一开始就把时间暂停 上来就把成太郎干掉呢 2月3,银色战车真正的提升能力是空间隙 大家都知道波波的提升银色战车是白板提升 能算成提升的能力也就是报价后的速度提升和隐藏的飞舰弹射了 但在波波第一次出场时 波波自称银色战车就连火焰都能斩断 只不过到了后来 空间斩这个招数给了压攻障器还有轰炸空间 所以也有粉丝认为 银色战车最初的设定应该是空间隙 但这个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从波波和阿布德尔的战斗情况来看 银色战车是凭借超快的速度 展开了空气制造出了一个真空袋 才破解了红色魔术师的火焰攻击 这四个属于二创打包 所以这里有机把他们放在一起了 提升的能力和精神力是成正比的 除了时间系外 大多数的提升都遵守了这个规则 杀手皇后的第一能力 可以把触碰的物体的分成炸弹 按照这个设定的话 银色战车只要碰触到大地 就能把整个地球分成炸弹 但是这里我们换一个角度 你觉得杀手皇后能够毁掉 战车的学校吗 它能够毁掉一艘邮轮吗 如果机长机灵真有这样的精神力的话 它根本就不需要使用什么枯萎拳击 也不会被长太郎给吓出败者时辰了 紫燕的能力确实非常的危险 尤其是在晋身战的时候 一旦被它的胶囊沾上就是必死 迪亚波罗的飞红之王射上距离只有1 很难拉开和紫燕的安全距离 但不要忘了 飞红之王有目之名和时间删除 弃身之间的战斗 很多时候打的都是信息差 在不解的小队里 除了融融这个新人外 其他人的弃身能力 作为老板的迪亚波罗是撩如指掌的 在已经知晓紫燕能力特点的情况下 飞红之王的特性完全能够克制紫燕的提升能力 在时间跳跃的十几秒钟 紫燕的胶囊是根本无法伤害到老板的 至于福格的离队 也是由于设定上的修改 他原本就是不解小队中的背叛者 谣言五 世界之所以会输给白金之星 是由于迪亚把自己的持股给了恩里克普齐 这就是标准的因果道之了 用石之海反推形成斗士 由于时间连载的关系 虽然在同一个时间线里 但其实也是有很多地方是对不上的 比如成太郎的年纪 普齐的脸皮 在最开始的时候 世界的速度 精密度 确实都要略高于白金之星 但白金之星有着当时最快的成长速度 在和迪亚交双的第一回合里 世界就已经压不住白金之星了 到了第二回合 更是被白金之星给玩爆 愤怒下的成太郎 权对权就把世界给打碎了 如果迪亚不是有石星这个能力的话 世界很难在白金之星面前 撑出三个回合 在星辰斗士连载的时候 是没有持股这个设定的 何况作为西社会的迪亚 有着非常夸张的再生速度 与其关心持股 我们不如关心下迪亚的投开股比较好 有细心的粉丝做了对比 加给鼓齐的持股 根本就不是被白金之星打断的那条腿 这一段的内容流传度非常的高 很多粉丝都信以为真 毕竟作为中纪生物 卡兹已经掌握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生物的特性 追醒后得到所有的提升能力 也十分的合情合理 关于卡兹提升能力的源头 出自乔治乔斯达这部同人小说 虹姆老师对于同人作品 一直都是很堪放的态度 在这部小说里 世界被循环了几十轮后 卡兹终于回到了地球 并获得了提升的能力 这里的卡兹可以复制任何他看到的提升 除了有终极生物外 这里面还有解除了限制 可以随便使用在败者时辰 可以把任何物体变成电话的推标 能把时间暂停一个小时 吸收了平行世界卡兹的终极世界 我觉得如果要采用同人设定的话 就不能只挑选里面的一个 要采用就应该一起采用了 容颜七 壮烈成人持平布姐的钢链手指 钢链手指这个提升 在绿素双链中虽然谈不上有多么强 但也不是利弊素逸的壮烈成人能够碰瓷的 会产生这个错觉 主要还是动画的影响 在动画里 布姐的钢链手指和大哥的壮烈成人 达得有来有回 但在漫画中可不是这个样子 她们布姐也有老化 失去了很多的体力 但钢链手指仍然轻松压制了 满状态的壮烈成人 两者的实际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容颜八 人形白银乔纳森 大乔的力量可以媲美白银之星 这又是一个二创取得原作的佼佼岗 关于人形白银的都市传说实在太多了 比如大乔的身体给了地奥 大乔的灵魂给了白银之星 白银之星就是大乔的转生 强大乔的身体强度可以媲美白银之星 在T身的六位面表出现后 关于人形和速度有了比较清晰的设定 C就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极限了 就算大乔跟着起被林修行的波纹 他的身体强度也不可能达到力宿双A的水平 类似的情况还有 第二最想得到的T身是世界超越天堂 并不是什么天堂之党 容颜九 是东方丈主穿越时间 回到了国去 挽救了小时候的自己 为旧了丈主的不良 不论是发型还是身材 和丈主实在是太过相似 所以不少粉丝都做了相关的补充设定 其中完成度最高的一个 大概就是集团经营的败者时辰能力发动后 让丈主打破了时间的壁垒 穿越回到了自己的幼年时代 然后挽救了生病发烧的自己 时间循环结束后 丈主又回到了独房厅 但是黄木老师 曾经没有对这部分做过任何的补充 所以丈主也根本没有回到过去 再说败者时辰的能力 就是倒流一个小时 也不可能让丈主回到那么遥远的过去 遥远时 时间暂停的优先举刚与时间删除 关于时间暂停数热数强 应该是提升中争论度最高的话题之一 虽然我个人倾向于 时间暂停有着时间删除更好的适用性 但黄木老师从来没有在漫画中 给出过时间暂停大于时间删除的结论 在漫画的后期中没有 在后期出版的摄定资料中也没有 对于周周来说 黄木老师给了二窗很大的自由度 但这不意味着二窗可以覆盖原作 最多的最多 我们只能把它看作是平行的世界 比如黄木老师从来没有说过 黑亚的提升能力是召唤好运 还专门在设定稿中做过解释 它的提升能力只是给本体打起罢了 所以我们也不能用游戏 小说中的设计来覆盖漫画 以上十个内容 就是我印象中比较深的谣言了 欢迎大家发你知道的 关于周周的二窗内容 留言告诉白科 我会努力把它做在以后的视频里